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山呼海啸的欢呼声啊 我只用听我就知道现场有多少人 你看一二三四 哇六百多万观众啊 是啊 所以呢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总结了一下 那就是人们都需要笑声 都需要快乐 对不对 马上有请出的 是我们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牛群还有著名的相声演员 白凯丹 欢迎 欢迎 今天这个舞台啊 我觉得跟平时两位在台上不太一样 怎么呢 两位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我们所有的逗乐嘉宾 他们是不是成功的表演 主要是看两位的表情 其实牛老师的话我还觉得比较好 最主要是老白 就是说实在话 我个人就是你笑和不笑我分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一笑笑哭是吧 没有没有 你要先让大家都明白 就是哪个表情你是在笑 我要笑的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算笑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表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按灯是吗 是的 对 你们还有一个任务啊 看到后面那个钱袋子没有 两位拜托啊 哎呦 请帮我们守住了啊 好 肯定能守住了 牛老师啊这个手紧着呢 紧着呢 一跟牛老师吃饭的时候 我们俩人吃饭 那牛老师那是一到结账的时候 就开始聊别的事啊 而且吃一次我结一次账 吃一次我结一次账 他说这是提携后人 因为他姓白嘛 所以说一来说白那干活 那就是白干 对 来了白来 说白说 是是是 吃白吃 所以说他我跟他在一块吃 我知道他白吃 所以我提前我拜拜 实际上我有办法 有一次终于让牛老师买了一回单 哎呦 我跟牛老师说 我说咱俩也别老让我买单了 咱俩今天摇骰子决定 哎呦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骰子 就两个 就一个骰子 啪摇 我说牛老师您猜 这您买双还是买单 我说我买双 牛老师说我买单 我让你去吧 笑了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好了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分享你们的宝座 所以呢这边也要告诉你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谁能逗乐喜剧明星官方微博 进行互动 还可以在优酷乐视搜狐迅雷 土豆网PPTV爱奇艺风行网凤凰视频 腾讯视频PPS 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你可以登录搜狐娱乐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 感谢以上网站以及天天动听 对江西卫使谁能逗乐喜剧明星的大力支持 同时欢迎喜剧达人们通过乐视 往搜狐社区腾讯威视 啪啪手机客户端报名参赛 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8679174917 与我们导演零距离接触 或者只想您的介绍以及搞笑视频 发送自屏幕下方的报名邮箱 好啦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各位 我们的游戏规则其实非常简单 挑战规则 每位挑战者将有60秒的表演时间 利用60秒的表演时间 逗乐两位嘉宾中的任何一位 即算创官成功 若挑战失败则奖金清零 第一关创官成功将赢得奖金2000元 第二关创官成功将赢得奖金5000元 第三关创官成功 将赢得奖金1万元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现在呢我已经在高处了 俗话说得好高处不胜寒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呢 因为我这里有两台非常精密的仪器 面部表情识别仪 来监控我们两位喜剧明星他们的表情 而且这边已经看到了 有一排按键 当我按到红色按钮的时候 在60秒时间里面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听到 胜利的声音 但是如果挑战失败的话 就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 好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冯丽文 你好 你好 你有多大了今年 37 我觉得啊 头发还是挺年轻的 看资料你是脱口秀 对 那所以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60秒钟看你的脱口秀 能不能逗乐我们的两位喜剧明星啊 好 祝你好运了 谢谢 预备 开始 我叫冯丽文 从小他们就喜欢叫我做文凶 我是一直到了初中才知道什么是文凶 赶紧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 Robin 没想到这么洋气的名字 有的人就读成了 肉饼 还有些人读成了裸奔 初中的时候我学的最好的一门功课呢 是生理卫生 上到生理结构那一课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很不好意思 有的人还拿书捂着脸 就只有我一个人敢当着老师的面 拉开了裤子观察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 被我拉开裤子的同学狠狠地删了我一巴掌 那时候呢我还对学雷锋这事特别积极 每年的学雷锋是都要出去做好事 后面有一年还在外面累得晕倒 后来老师之后跟同学们说 同学们出去学雷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像罗宾这样子 三十多度的高温 还穿着军带衣 棉帽子半雷锋 会中暑的 完了 直接已经到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请我们的下一组斗乐嘉宾 他的名字叫做黄仁兄弟 有点当然 小家人就是这一男一年的艺术 出现动场比较高乐还能自改变 一高兴一鸽大鸽我们就高兴 你不高兴一不股招我给你玩 我是周润亮 我是周润亮 我们是来自南昌大学的 黄人兄弟 谢谢 哪黄啊 没看出来哪黄啊 还没后边那个彭与黄呢 对啊 我才是黄人兄弟啊 要不然姓黄 要不然穿的黄 要不然人黄 中国人黄皮肤 黄总 我的中国心吗 这么个意思 还是牛老师见识广 因为咱是老黄牛 那口号是 两千块钱对半分 一千块钱给评论 一千块钱我俩分 我五百 你五百 让我将你心安 再想死的将它慢慢动化 谢谢 哎等一下 这都说明了 哎等一下 我实在不忍心 打断你们啊 下面的两位老师一千 你们两个人一人五百 你当我上面是个死人是吧 哈哈哈哈 怎么办 那就 一千块钱对半分 五百块钱给朋友 五百块钱我俩分 你 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哎那个小伙子我可以问一下吗 这你的发型在哪里做的啊 哦 那个 就就 后面那个老师 好厉害 后面的老师哈 嗯 以后那个老师请不要给我做发型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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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预备 开始 老大 是不是强他们两个 对 他们后面有好多钱 哈哈哈哈 你 你傻啊 你这样直接过去 不被他们弄出来 刚做完自我介绍 哦 对对对对对 老大 这样可以了吧 哎 你傻啊 你这声音 不被两位老师愣出来 哦 对对对对 哎 老大 这个样子可以了吧 嗯 行 走 哎 哦 哎呦 你怎么回事哦 那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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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过关 哦 这是这是新一代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年轻人 是吧 所以说是你们的 你们使未来欢乐 你们贡献太大了 好 真不错 是的 所以 所以 苗老师 你的意思就是 未来我们年轻人的发型 都应该朝这个方向看齐是吗 哈哈哈哈 那所以两位 你们刚刚已经获得了2000元的奖金 现在要不要接下往下创 第一个人 老弟啊 好 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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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准备好了啊 预备 开始 大哥 刚抢两千块钱就抢毙我们 这太草率了嘛 哎 老弟啊 我跟你讲 这里都是我的老熟人 你看左边那个牛哥 过年我们还一起泡脚呢 对吧 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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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牛哥 他们俩这一插牌子 我就已经憋不住了 对 我想大伙都是有点憋不住 对吧 这叫剑走偏锋 你们走的这不是正道 邪道 太可乐了 好 把你演完了 我们就是继续演 然后当做第三关的 我们想这样尝尝一下 那你吃亏你知道吗 对 你吃亏 你自己选择 你后头就这么几秒 你想把大伙逗乐了 这就比较难了 哎 这不是什么 仅供参考 大主意你拿 嗯 两位我要再次问你们 因为闯关是有风险的 前面已经有五千块了 闯关如果失败的话 这五千块都没有了 仔细考虑清楚 五千块哦 不过你们商量的时候 能先把那个展的牌子拿下来吗 哈哈哈哈 这不行 这拿的就得砍头了 哈哈哈哈 他下来就没病了 咱下来就没病了 那就闯第三关 我们接着演 接着演 接着演 对 好 一万块的 好了 一备 开 老弟啊 不要怕前面都是自己人 前两天我还跟牛哥一起洗澡的 对吧牛哥 啊 大哥 大哥 你大 大哥 你大 大哥 谁 谁开着枪 是你吧小白 我说你 不知道流程是吧 这个枪毙的流程啊 应该是要先行三二一的 枪毙的流程应该是这样子的老弟 我跟你讲啊 谁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说 牛哥 这次是你吧 我说你 你 你什么服务态度 把你们敬你叫来 啊 大哥 别闹了 牛哥没笑 没事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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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这什么东西 哎呀 哎呀 要死要死要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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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一关 会比一关难 可惜了 嗯 他们俩 一说开始 对 主持人说 即时开始 嗯 你们俩什么都甭说 把这俩牌子插在我们俩后头 全场就乐饭了 我们必须乐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嗯 是 哎 哎 两位以后愿不愿意再过来 可以 只要大家观众愿意看 我们一定会准备 我们很愿意看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意见 就是能换个发型师吗 好了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马上请出我们的下一组选手 他的名字叫做 金松盛 有请 主任 评委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来自天津八零年代主题餐厅 给大家表演的是 就是我会比划一些 我们小时候听过的 歌曲里的歌词 然后大家就猜猜看 我比划的到底是哪一首歌 好了 那准备好了 二位评委 评委老师不要憋着 憋多了容易 对肾不好 好的 刚去完回来 好 预备 开 这是什么歌呢 Consum Music 请不吝开 只要是会 盲人 原来他要回 你才压呢 这不准 你应该把后织 是我过了吗第一关 当然过了 我都笑成那样了 第二关首先我要问你 你要不要床 要 当然要 OK OK的啊 预备 开 猜到了吗 Constant Mus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到了 有点可惜了 所以白凯南你刚刚在忍吗 我也有在忍 但是他第二次的表演和第一次的 用了同样的打法 有点雷同 所以我其实蛮佩服他的 就是他可以把每个字 都找一个那种形体的表现方式 而且都在节奏里面 他其实每个都在节奏里面 这个创作的点和结构非常棒 而且很有想象力 所以希望可以再接再厉了 好吧 谢谢 谢谢 我真的希望大家给你唱独头的菜 哦 冬宝贵 对 关键 观众给我起碗号 叫什么呀 二位老师 就是大伙 你看我往前站 叫你 你啊 可以多长几次恋爱的 但是你记住 你三年之内一定不要 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 他的名字叫做刘小伟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们好 我是来自大连的 我叫刘小伟 实际上呢 我今天把我收养的女儿带来了 收养的什么 女儿 女儿 对 她今年很小 但是呢 非常可爱 我现在有请我的女儿 小白 哇 太可爱了 完了 我已经服了 所以问一下 你跟你的女儿 现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我们开始计时了 预备 开始 我很希望呢 今天我演的节目呢 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呢 还想今天获奖 获奖呢 想给街头项目的 我的兄弟姐妹们呢 送两份 真哦 真不好意思 希望你们大哥 白爸爸 一定要笑一笑啊 小白抢我的风头了 站起来跳舞 两千元奖金 只送给小白的 两千元奖金 两千元奖金 只送给小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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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 不过你刚才表演了那么多了 你要闯第二关吗 呃 白猫 你这次坐飞机来呢 应该感冒了 好吧 这种机会 我想 不挑战了 谢谢 马上开始 颁奖 有请我们的下一组 豆乐嘉宾 王宇 你把我都乐 春眠不觉晓 到我演出了 来的人比较多 掌声给的少 愿意拍就拍两下 不愿意拍的拉倒 谢谢朋友 送给我这么多热情的掌声 说句心里话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演员 跟别的演员演出风格不一样 有的演员上台忽悠 先忽悠你们 朋友们 都给我鼓掌吧 我能保佑你们身体健康 我认为他们说的那些话 纯属于废话 我是这么认为的 身体健康的 今天晚上都在这屋看晚会儿的 不健康的 都在医院躺着的 好的 所以这位朋友是先生夺人 那个你准备开始吗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开始第一关 预备 开始 好朋友们 我认为作为一名演员 在台上给这么尊贵的导师 以及这么有身份的观众演出 最起码你得带一个礼帽 对不对 而且你还得输一道中粉呢 老师看看我这道印值不值 还行 挺值 是不 我说句戏里话 我这个演员跟别的演员演出风格不一样 我不差钱 朋友们 哪个演员上台敢穿雕上来 也就是我自己 对不对 你们谁穿雕敢像我是这么豪锚 差钱吗 哪个演员上台敢戴这么个大个戒子 上面想钻出来得着 也就是兄弟我 因为我不差钱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人 我差钱吗 可以说我在这舞台上美好了 又是那个什么看着闲了又神经病了又什么鸡什么的 我真的不骗你 你回头你看节目 他真的就是把那手套一摘四个金戒指 一看就你都乐了 不是我觉得他这种表演状态挺好玩的就笑了 是这样的 谢谢老师 而且人家那事也不给我 而且他那都是假的 有真的吗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道具了 所以王铁 你好 你炫富出了第一轮的话 你愿意再往下吗 当然我们知道你不差钱 你愿意往下走吗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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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往下走啊 愿意 愿意 第二轮 好的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了 预备 开始 我祝愿今天到场的所有朋友啊 祝愿你们永远都不缺这个 行不 我毛爷爷 在老师给我换俩五十的 那破不开吗 一块这种破不开吗 我说句心里话 我真不差钱朋友们 哪个也这么出的项链朋友们 我相信你们都戴过 但是你们谁戴过这么长呢 来 谁戴项链咱比一比啊 朋友们啊 但让你们看看 今天什么叫真正的有钱人 对 我的 我的宝贝 哎呦 也不是刚才谁说来着 哎呦 见钱眼开 你这见钱口开 您这嘴都咧的 这没耳朵挡了 都厚到勺去了都 竟然这么多的恋 你们看看 今天什么叫真正的有钱人 对 我的 所以各位观众你们 现在知道我们的两位喜剧明星啊 他们的爱好了吗 一个喜欢戒指 一个喜欢什么 所以25秒钟时间 很快哦 25秒钟吗 25秒啊 看来真不在时间长短 只要是这个设计啊 精彩 出人意料 清理之中意料之外 没想到 哎 这就一下就给你 你看这家伙子 这一样出了这么多 所以王铁 你愿意再往下吗 当然我们知道你不差钱啊 我准备好了 第三关 我就为了你们开心啊 把我今天那钱我拿不走 你们一人 一人给我卷一百块钱 也差不多也够了 第三关 奖金是一万元 如果挑战失败的话 就一分钱没有了 当然我们知道 王铁他不差钱啊 预备 开始 好朋友们 今天看到我算是来对了 真的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土豪 对不对 我差钱吗 对不对 给这么有身份的老师演出 最起码你不得穿一身牌子 对不对 为什么我这么敢穿 因为我家不差钱 对不对 看我的电话 行不 iPhone X 对不对 功能品你们得多 双卡双代的 对不对 好朋友们 你们开机图案是个苹果 我开机图案是个梨 行不 打个电话 喂 奶呀 奶 我演出呢奶 等我演完出再跟你往回打 好了 我奶给我来个电话老师 老太太死八年了 我奶说了 今天晚上谁要给我鼓掌 能保护他 谁要不给我鼓掌 晚上打车来给他带走 哎 奶呀 你来一趟吗 现在你学老师还不给我鼓掌呢 爸 我奶呀 你接电话 好了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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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后那个应该说 我奶说了 你们俩谁要你要不笑的话 我跟你说你知道 肯定就笑了 而且最后你知道那个 他时间到了以后 但是我还是按了这个声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真怕奶回来找我 我先按一下 其实还有最后一番 没有抖响 因为时间到了 刚开始的头一番是 我奶说了谁要不鼓掌 把谁带走 结果刚才说你们鼓掌了 我说好了奶鼓掌了 结果停下了 然后我看看你们 我说奶呀 你晚上开大巴来吧 这番人抖不鼓掌了 就是最后一番 是这么多 时间的关系没有抖出来 我也觉得特可惜 这么着吗 我们俩凑个一万块钱给人家吧 我拿九百 那我拿二十 好嘞 那谢谢大家 要不现场观众出来算了 好吧 好不好 你看你说要钱的话 没有一个人之声的 大家都挺爱才的 好了 我们再次感谢王天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有请下一组逗乐嘉宾 他们是诚实 韩韩 有请 观众朋友们好 评委老师好 你好吗 还好 他俩好吗 不知道 这白凯南怎么长了 比你还难看呢 落了 那不过了吗 还没开始 所以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 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像刚刚出场这么精彩 好不好 好 好 掌声给他们 加油 准备 开始 一看我们就是来自天津 天津的相声演员 如果您各位观众 哪位到了天津 必须要告诉您一个生活小秘诀 什么秘诀 比如说您开车也好 骑车也好 要是碰人了 您肯定这么说 对不起 我没看见 都这么说 碰上天津的一般人可以 要是碰上那个双视目的盲人 千万别这么说 怎么呢 他有逆反心理 你一碰上 你来一句 对不起 我没看见 他拿那马杆帮你 干嘛呀 没看见 我吓你也吓 你干过吓子 谁干过吓子 谢谢 太给面子了 我问一下两位 你们现在还觉得 白凯南长得难看吗 他比牛群都尊 所以两位 在33秒就让我们的 喜剧明星笑了 你们现在的金额是2000块 要不要冲击5000块 要冲击 冲击什么 冲击 他们都没说话 不鼓掌呢 怎么都 好了 那就第二关 预备 开始 我发现啊 现在很多的足球解说员 嘴里都有毛病 没有 你看我给您学一位 在这之前的管我帮忙 大家好 我上面 都让大家只会场 独手比赛 冲冲冲队 对 哈萨斯坦 对 这个 中国队 对什么队 哈萨斯坦 对 我要没猜错的话 是哈萨克斯坦队 就是哈萨斯坦 不是 您就别学了 首先由哈萨斯坦队开球 还不开球 冲冲队反抢 17号球员牛群 牛群 这场 把球抢过来 传给了 29秒 牛群下了 他的功夫 男男的哪儿 高高的哪儿 就是咬字 这么不清楚 还能把每个字 让大伙听清楚 你搞 是吧 两位 现在你们已经过了两关 是 接下来的话 是第三关 也是最难闯的 没错 金额是一万块 嗯 如果闯关 成功的话 就恭喜两位了 闯关失败的话 前面的也没有了 闯吗 前面五个盒都失败了 没 你过不了 我给你五千 哎 没事 我就为了跟 你让我这话就行了 我就为跟二位老师 多待会儿嘛 行 准备好了 好了 准备好了 预备 第三关 开始 我们两个人已经闯了两关了 各位观众对我的名字 可能还没记住 是 我再介绍一下 我叫陈池 是 是一名相声演员 有观众说我这个母人算很漂亮的了 哎呀 那得分跟谁比 谁呀 要跟白凯男比 我比白凯男还漂亮 你瞧 你比这人 长得跟非洲水耗子似的 你说这 不是 关键着 观众给我起外号了 叫什么呀 金针菇 像 这演员就要有外号 像他这种没有外号的演员 观众您记不住呢 您记不住 我有外号 算你有 算我有外号 有外号 你是旁跟的 少说话 知道吗 旁跟的我也有外号 你动手是吧 你不让我说呢 有外号你说吧 你看二位老师 大伙您看我往这一站 像不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窝卦 王毅学更像 一万人 恭喜一万人 还有第四关吗 还没使完呢 还没使完呢 金针 金针 大伙您看我往这一站 像不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窝卦 我能坐死他 您看到 嗯 好像 好像啊 我怎么觉得这豆根的特别像 有人说你像姚琛吗 姚琛 姚琛 您说嘴呀 也就是嘴吧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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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节目播出以后 姚琛会在家里面哭的 还应该乐吗 好了 那所以我们掌声再次恭喜两位获得一万元奖金 来吧 我都乐 今后不快乐多不多 我都乐 我不开门 不开门 你走我 爱来吧 我都乐 今后不快乐多不多 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深圳的脱口秀演员 三弟 我是这一期唯一的一个女生 唯一的 是的 到目前为止 请你们珍惜我 一定要珍惜 女孩子搞喜剧就更不容易了 那没错 要不然咱们先笑 那先不要笑好吗 请严肃一点 我来这里的目的 其实是找对象的 你来相亲的 咱们这是相亲栏目 所以你要相亲的话 我要问一下 现场的男嘉宾 愿意为他留下你的灯吗 什么节奏 这几个意思啊 这个为什么不愿意 为你留下一盏灯呢 长得像甲铃 有诶 难道这个形象呢 都要到处相亲吗 那就要问一下甲铃了 是他是到处相亲的 是吗 已经四五年了 在先相亲的道路上 一直停滞不前 有的时候还挂道打 因为刚刚你的相亲已经失败了 你觉得你待会儿的逗乐会失败吗 不会 准备好了 好了 加油 开始 我是一个圣女汉子 为了我的姻缘 我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当时他面前摆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盲人摸骨算命 但是我站在他旁边 好一会儿他都没反应 直到我把脸凑到他面前 对他说 大哥 你可不可以先不玩手机 你先做生意好不好 他就才把手机收起来 戴上墨镜 给我摸骨算命 他摸着摸着对我说 你手上的肉真厚啊 我说大哥 这个不用算的好不好 谁摸谁都知道 他又对我说 你呀 可以多谈几次恋爱的 但是你记住 你三年之内一定不要娶老婆 一定不要娶老婆 娶老婆 所以我们的刘老师笑了 恭喜获得两千元奖金 刘老师还是很可怜 这么笑了一下啊 您是为什么笑嘞 这非常简单 他把我逗笑 那现在你就是要往下闯了 这一关是五千元 如果在规定时间里面 没有逗了我们的军星的话 前面的两千元我们将收回 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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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好了 准备好了啊 好了 祝你好运 预备 开 为了找对象 我甚至试过古代的方式 抛袖球 但是这种方式对我来说 似乎不大管用 因为我每次把袖球抛出去 都被别人扔回来 有时候甚至一次还扔回来好几个 所以我决定还是采用现代的方式 我举行了一个大型的选秀活动 叫谁能取三弟 而且我在深圳的 海选已经结束了 我考虑再三决定启用复活赛 我的朋友也建议我扩大海选范围 也给南昌的朋友一些机会嘛 这也是我来到南昌的原因 现场的观众不用着急 待会我会给大家发报名表的 我呢非常的开心来到这个相亲节目 特别是我发现现场有两位这样的男嘉宾 这两位男嘉宾我可以说特别的满意 特别是牛群老师 牛老师 所以刚刚两位嘉宾都笑了 时间是压在60秒当口的 为了庆祝你过啊 来你看这边 秀球还给你 先问一下你待会一定要闯吗 那些说闯的观众 待会愿意许他吗 因为我发现说第一声闯的 隐隐约约 我的印象里面是一个男生是吧 哪位举手试一下 是哪位啊 不是相亲节目 我走错棚了是吗 好了那所以现在是5000块 我们言归正传要不要往下床 往下床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是脱口秀节目的话 基本上就是靠语言了 你有没有信心往下走 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就是拿了5000块钱回家 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人才两空哦 人你是带不走了 但是我的 我的那个什么心动男生 他还在后面呢 我必须把他讲出来 我才 心里才舒服你知道吗 确定吗 确定 好 预祝你第三关 闯关成功 奖金是一万元 预备 开始 其实我刚来到这个节目啊 我就看上了一个人 他就是主持人彭宇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是不大适合我 因为他对我说 我就是喜欢像你这样 有女人为的男人 后来呢 我在这个相亲节目中 遇到了牛老师 我觉得我真的是十分喜欢牛老师 牛老师 我今天只要你一句话 你觉得 我是不是跟白凯南老师 特别的般配 漂亮 恭喜 邓老师上 一万元奖金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牵手成功了 你看我们又乐了 各位观众 是这样啊 我们的选手走错棚了 他一直以为是个相亲节目 但是各位观众不能走错棚啊 这是个逗乐的节目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那个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这个我也没想到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有请两位喜剧明星给他颁奖金 交给我吧 交给我这个女汉子吧 我行的 再次掌声鼓励他们 大拖鞋 你甩鞋 原先我觉得他是拖 现在我觉得 他没准不是拖 哦 那看什么 又不要哭 哈哈哈哈 而且他是我哥呀 对不对 嗯 我敢说不对吗 哈哈哈哈 你像白凯楠一样 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 人亲东珠 有请 给朋友们白个完练 祝大家小口敞开 一顺百顺 祝我马刀成功嘛 两位老师 给你们晚年快乐 不是 白个晚年 怎么跟牛老师说话 白白白 白个晚年 所以这位选手 你做好准备了吗 问你做好准备了 主持人问你 做好准备了没有 谢谢牛老师给我翻译了一下 你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谢谢我做好准备了 做好准备了 准备好了啊 开始计时了 好 开始 白凯楠老师 不但是这个新时代的喜剧明星搞笑高手 而且他们家养的家亲都与众不同 你看别人家养的公鸡打名都这样的 老白家养的公鸡 你看 好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看 你真是 我还是有一个鸡叫你就笑了 所以我现在发现 你见过鸡吗 不是我确实是 你咋发是个母鸡叫 我 好了 所以这位朋友 你在第一关已经获得两千块奖金 你要不要往下床 哎呦我觉得还没床那就过去了 那我再床一个吧 再床一个啊 预备 开始 借着说一下咱们白老师家的母鸡 你看像别人家的母鸡一般都这样 老白家的母鸡你看 你撒狗鞋 你甩鞋 这有什么可乐的呢 我也是觉得我今天出门录节目之前吃药了呀 怎么还是不行 原先我觉得它是拖 现在我觉得它没准不是拖 那它是什么 有病 不是我都笑出汗了 你看离我近的 这我绝对受启发 我跟你啊 下一个节目我看你 无论如何我得笑你前头去 我下一关我无论如何我也不乐了 我能闭着眼看吗 怎么闭着眼看呢 你得全身贯注的要投入进来看 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一下这位来自藏区的朋友 两关过后你有五千块的现金奖励 下面要不要忘第三关冲击 第三关你要知道这是 各位观众 先不要急着说要闯 要知道啊 现在它的表演 我们两位喜剧明星已经有所准备了 他是不是可以在下一个六十秒 成功地斗乐两位 这很难说了 而且下一关如果冲刺成功的话 有一万块 可是如果失败的话 前面的五千块我要收回 听大家的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啊 预备 开始 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艺术舞台上 人们都把猪扁得很低 其实啊 猪是个很聪明爱干净的动物 尤其它的声音呢 清脆悦耳高低音分明那么好听 你看 是吧 哎 我像吗 像 不是 您听说清楚 长得像还是学得像 有像 那个 不管怎么样啊 学会猪的声音就能掌握很多艺术 像那个狐迈 我就这么学会的 你看 歌曲 都毛愣了 这是 你笑啊 没有 第三关 你必须是要比前面的笑声要 笑容要更加明显才可以了 不是 我现在就对那个识别器特别的有意见 两番的演员了 我都笑了 而且就觉得笑的不够 这个不够 那我得什么样啊 标准要不停的提升 对 你刚刚说可以啊 那绝对是笑了呀 那这播出的时候 观众肯定觉得我有病 发露身份了 你终于有所认识了 不是 他你看最少的厉害也就这样 对啊 你已经清楚地找自己定位了 所以这位选手非常非常遗憾 在最后这一轮当中的话 差那么一点点 哎呀 哎 再次感谢我们来自藏族的这位朋友 非常厉害 人情东珠 我们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 也希望下次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好不好 好 掌声做个话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 他们很有意思啊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做临时组合 来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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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骗 就是啊 谁是唯一的一个女孩啊 我是唯二的女孩 她是唯一 我是唯二 今天你们俩都是单独来送 我们今天呢 给两位老师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你看多客气 这还放 还送东西啊 送你一个零 假的 假零 哎呀 所以我问一下啊 待会儿如果说闯关失败的话 你刚刚送的 送我们的所有礼物会拿回去吗 这个要女人说了算 这个你们说了算 你们要就留着呗 后半女人要是不要就拿回来飞 那您都不要了 那我怎么好意思送给您啊 哎 我问一下 白凯南 你待会儿要捧住了啊 女生上来 你发现没有 她有一招哎 她撒娇哎 我没有 你还没有 男非啊 就是撒娇吗 不撒娇吗 哦 好了 那所以我们要请两位捧住了啊 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吗 可以 可以了啊 准备好了啊 预备 开始 谁在错当 那你是不是呢 刚刚捉住你了 那你是不是呢 你是怎么出现在我面前的 这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给我一张明星脸 啊明星脸是吧 好吧 来来 好 打完收工 现在我像明星一样了吗 你像白凯南一样 笑吗 你的愿望实现了 我走了 所以刚刚就是靠着 白凯南这张脸 让白凯南笑了 获得了两千万奖金 她使劲把那眉毛挑成那样 我看出来 我还能上下动 我都动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我是白凯南老师的妹妹 各位各位各位 听到没有 她又撒娇 你们说得了啊 没有 又没有 没有 白凯南老师是个很正直人 而且他是我哥呀 对不对 我敢说不对吗 那现在你们已经获得了 两千元的奖金 要不要往下创 往下创了五千块 可是挑战失败的话 前面两千块我们要收回 继续 好那我们继续 继续 预备 开始 四位 阿尔康 四位 你想我吗 不想 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 你才无情你才残酷你才无理取闹 你好长啊 四位 是我无情是我残酷是我无理取闹 阿尔康你好过分哦 我哪里过分吧 不是喜欢你这么过分 四位 四位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们结婚吧 假 阿尔康 四位 给我买个包 再见 阿尔康你给我回来 救命 你赶紧给我买个包 给我买个包 阿尔康 阿尔康 所以白凯来下了 恭喜后的五千元奖金 耶 我是看她 差点摔一个跟头笑的 那是设计好的 女人的不能信 你太善良了 因为就不想让我们空手而回嘛 对吧 那所以这个焦也撒完了 奖金也到手了 嗯 还剩一个第三关 怎么选择 对 我跟你讲 撒焦这个事情呢 它不能来两遍的 对吧 而且呢你刚刚已经挖坑 让我们白凯南掉在里面了 人家不会掉第二次了 对吧 除非你再挖个坑给牛 给牛老师掉 牛老师是聪明人 他绝对不会掉的 都说了不要给牛老师挖坑了 我们就不舍 我们不舍得 所以我们就算了 我们就拿我钱去跑了 最好就说了 好了 那我们就有请两位给他们发奖金 我们掌声带着公司我们的零食舞后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所有的逗乐嘉宾 他们的笑料还不够好笑 他们的包袱还不如你有意思的话 这个舞台欢迎你到来 你可以拨打电话18679174917 或直接发送您的一分钟搞笑视频 自我介绍到我们的报名邮箱 你们看到了 其实逗乐我们的喜剧明星没有那么难 逗乐我们的观众没有那么难 我们希望每一个喜欢快乐 拥抱笑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这个舞台属于你们 下周同一时间五分 不见不散 拜拜 老歪 怎么样 什么是幸福啊 幸福啊 幸福吧 我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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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三立刘宝瑞毫宝林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她不是一个人在演出 她不是一个人 哎呀 白独妹妹 我们在 我们在春节 终于看不见那些常罗 终于看不见人们焦急的面团 也看不见黄牛岛 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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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